大家歡迎收看 Gameplay HK 有阿俊 今次這條影片就跟大家講解一下最容易上手的武器慶老和重老 為什麼要兩隻一起講? 因為攻擊模式不多,最主要都是彈腫,又或者部分特殊攻擊有點不同,所以就混在一起講 首先講一下慶老 他的特色就是移動速度高,可以玩打大跑的戰術 當你持槍狀態之下移動速度是跟正常走路差不多 攻擊方法就是L2瞄準,R2發射 攻擊的時候除了可以L2瞄準之後再發射 其實我們都可以按R2開槍作出盲射 究竟什麼時候需要盲射就要看當時的情況 三角形就上彈 另一種操作方法就是我們不一定要逐顆子彈上彈 只要在持槍狀態之下按三角形 他就會逐一未上彈的子彈,又或者未上滿的子彈 都會上門 通常這些就是龍逃走,我們要追他之前才會做的東西 正常來說,當我們的子彈全部射完之後 再按多一下就會自動上彈,以前王山塔就不是的 他是會射空彈,今集是不會有射空彈的情況 另外當我們跑的時候,如果按R2就會就這樣拔槍 沒有特別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跑的時候按三角形制,走也是一樣的 就會直接上彈 再開槍,大家就要留意情況 有時候可能我們希望就這樣開槍射都不一定,不一定會給他上彈 如果要選擇不同的子彈,我們就按L1 用交叉和三角形去選擇不同的子彈 我們身上有什麼彈都會在這裡展示出來 接下來就說說起爆龍彈 按圈圈就會插在地上 就好像畫面所見整個地雷一樣 任務一開始的時候就會有三顆全滿 用了之後就會隨著時間慢慢補充 起爆龍彈的特點就是受到攻擊的時候會爆炸 無論是魔物打到,又或者我們打到都好 而爆炸的攻擊力有多高就視乎我們 槍的攻擊力 以及起爆龍彈本身受到的攻擊有多強 槍手如果要在斜坡作出空中攻擊的話 就需要起半腦,按一按交叉跳起再攻擊才行 如果在高台落下,我們就可以按三個形式作出攻擊 這個也是騎乘用的 不過我們作為槍手,通常是自己打才會騎乘 團戰的話這些都是交反美刀手做 我們在遠距來做支援 接下來就教大家看這件武器可以發射什麼彈種 在生產畫面或者強化畫面,我們按一按R2 去到這個彈種的板,你就會看到它可以發射什麼子彈 例如這支最簡單的信擊煉弩 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發射到通常彈,貫通彈,散彈,設級流彈,毒彈 有部分沒有寫的就是它發射不到的子彈 大家留意一下,擴散彈和滅龍彈是重路專用的彈種 輕路是不會有的 接著我們按一按L3 它就會彈出一把東西出來 在這版面大家可以看到你所選擇的武器可以發射什麼彈種 裝填的速度和它反動有多大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下方會射出來 兩個黃色三角形向上就是發生速射 藍色箭嘴向下就是發生單發自動裝填 稍後我們就試給大家看究竟這兩種有什麼特別 接著在攻防我們就可以客製老槍 大家留意一下,稀有度低的老槍只可以強化一格 隨著它的稀有度越高,可以強化的數目就越多 最多是可以強化到三格 強化零件來說,其實看字面都知道它說什麼 反動抑制可以令我們開槍的時候減低反動 即是畫的硬直沒有那麼大 裝填輔助的話就可以令我們裝填得快一點 裝填速度是普通的,基本上都可以邊走邊射 偏移抑制,基本上如果大家玩中近距離的話就不需要裝 因為有部分老槍它的子彈會有點偏移 如果你遠距離開槍就有可能要裝這個零件 近身射擊強化不用說,當然就給散彈用 裝填的話當我們近距離攻擊的時候,攻擊力會高很多 遠距離又相反 盾牌零件就是重路才可以裝,裝備之後就會有自動防禦的機能 只要你當時不是攻擊中 而且面對魔物的攻擊就會自動防禦 接著我們就試個速射給大家看一下 速射的話大家會看到彈中旁邊會有一個符號,很容易認,不會認錯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我們開槍會有三發子彈彈出來 第一發子彈是會100%攻擊力 之後那兩發只會只有50% 你當開一槍等如中了兩發正常的子彈 接著就到連續裝填,它有什麼特別呢就是 我們每開一槍都會馬上上彈 而且上彈速度是很快的 如果大家玩輕盧要狀態異常的話,其實這個方法是不錯的 因為可以很快的令魔物中到你所發射的異常狀態子彈 另外我們瞄準的時候大家留意一下 武器的準星,如果中間有兩個圓圈的話 攻擊力是正常的,但如果你只有一個圓圈的話 攻擊力就會大幅下降,大家一定要留意這一點 例如通常彈的距離怎麼判斷呢 大約是拿著輕盧滑兩次的範圍之內 都是有兩個圓圈的,再遠一點就不行了 例如兩下半左右 貫通就有些特別,近距離是不行的 我們要大約這樣移動 滑兩次之外就是它最強攻擊力的距離 再遠一點都沒問題,當然太遠的話又會跌攻擊力 貫通一個特別,就是當我們開槍的時候 它每個部位大約有兩至三血 這條龍的體型越長,攻擊力就會越高 當然也要視乎大家打中它是不是弱點部位 弱點部位就會扣多一點 散彈最強力的距離大約是我們撞一次遠左右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是貼著身打的 換來的就是非常強力的攻擊 如果遠了會怎樣呢? 扣少很多 再遠一點的話已經是射程範圍之外 就算打中也是扣一二,很少 大家就要拿捏一下距離 接著切甲榴彈,射中目標之後 加一段時間就會爆炸 這下爆炸隨著子彈的等級越高,就會扣得越多 還有如果打中頭是會附帶這個雲圓值 屬性彈就不用怎樣說了 一共有四種屬性,就純粹拿來剋住魔物 攻擊力是視乎我們知道槍有多高 以及魔物有多怕那種屬性 不適合屬性就扣少很多 滅龍彈呢 跟其他的屬性彈有點不同 它是貫通性的 所以如果一條龍越長,我們的攻擊力就越高 麻痺碎免這些我想都不需要教,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另外鬼人彈,硬化彈又或者回復彈 就是用來幫我們的隊友回復用 又或者加攻加防 不過我自己玩就很少見人用這兩隻子彈 布鑊用麻醉彈最棒的地方就是 這些子彈是可以買回來 如果一般的布鑊用麻醉肉 就要自己合成才買不到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作為一個槍手又希望捕捉動物的話 最好當然是帶滿出去 斬裂彈 之前可以說是最強的彈種 但是更新之後被射得很弱很弱 當他命中目標之後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炸 而且有斬裂屬性可以斷尾用 在改版之後只會有5Hit 改版前有7Hit 以及攻擊也弱了很多 不過雖然說弱,但其實都是很好用 是子彈大小了,我們隨時要回去營地拿 我們就算用腦,也有近身攻擊 就是三角圓圈一起按,就會鑿下去 單發攻擊力最高就是這一下 以及附帶雲亂值 如果撥了頭是可以撥雲一隻怪的 接著我們試我反動給大家看 分別有反動小,反動中和反動特大 我會試冠一,散二散三和麻痺彈 首先是冠一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是很靈活的 基本上你都感覺不到有什麼反動 到散彈階段二,反動中 其實都沒有特別大影響,反動中已經是可用的 散彈階段三,反動大 大家可以看到後座力是大很多 我們把時點拉遠一點,再試試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我是彈很遠的 麻痺彈二,反動特大,特大又會怎樣呢 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會慢很多 所以玩輕老和重老的話 大家就要記住盡量把你的反動壓到中或者以下才是可用的彈種 其他彈種反動太大就不適合拿出去打 接下來我們試一試重老 它的特點就是拿起之後很鈍 大家可以看到走得很慢 但是滾的話會比輕老滾得比較遠 那就彌補機動性不足的特點 不過當然滾的時候會扣氣 接著我們再試兩隻重老才有的彈種 首先就是龍擊彈,每次只可以裝填一發 開炮的時候會吵氣 就好像衝槍的龍擊炮 之後就是擴散彈 擴散彈的特點就是 它是一個曲射,你需要選擇落點 開炮之後就會有子彈射上半空,再掉下來 落到地上或者落到目標之後就會有幾個榴彈爆出來 等級越高就會越多小爆彈爆炸 另一個要試給大家看的就是它的特殊彈種 第一個要試的就是機關龍彈,按圓圈就裝填 再按多一下就解除裝填 裝填之後怎樣用呢 我們就要按L2作出攻擊姿態,接著按R2就會開槍 機關龍彈的特別不用看,就好像現在看到一樣 機關槍一樣不斷上射 每一發的攻擊力不高,但是你絕對可以制停魔物 射完之後就要時間慢慢儲滿 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快一點,要等它慢慢儲 另一種就是追擊龍彈,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現在試給大家看,首先上彈 動作完全一樣 但是追擊龍彈當你瞄準的時候就會拋低 是一個貫通的子彈,我現在開炮給大家看 當你射中魔物的時候,它會一直灌下去 灌完每一個部位之後就會爆炸 所以是很強力的子彈 好,這次輕腦和重腦的介紹影片就來到這裡 是很容易學,以及安全性很高的武器 唯一問題是要消耗資源 不過如果團戰的時候大家就要小心 雖然斬裂彈已經改良了 不容易打飛近戰的隊友,但是都有機會打停他們 另外就是擴散彈大家一定要留意 如果你的隊伍裡面多數都是近戰的話 千萬不要用擴散彈,因為會炸飛他們 這個時候通常彈和貫通彈就比較適合 又或者大家用散彈可以站在一個不阻倒 近戰隊友的位置都可以 因為如果你是速射的話 都有機會打停他們,令他們攻擊不到 好,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想轉玩一下老的朋友 又或者剛剛接觸Monster Hunter 想容易上手都是一個頗好的武器 希望能幫到大家 記得喜歡的按讚和分享給你們的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次再見,多謝各位收看,拜拜